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我現在人來到綠島 然後今天我跟凡軒還有惠傑 一起來玩水 耶 因為呢我們前陣子都上了 都考了潛水嘛 剛考之前 對,剛考之前 然後惠傑也是有考完水費之後 就沒有在潛過 對 所以這次我們就想說 相約來綠島一起潛水 然後這支影片呢 我們會來之前 然後也會水費 然後也會介紹一些 綠島的 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們就 耶,出發 早安 今天天氣好好喔 然後呢 我現在要吃他們這裡附的早餐 啊,麻雞 麻雞 麻雞 他不給我摸 麻雞 媽,你想進去喔 啊,麻雞好可愛 然後還有一隻貓貓 在下面 好啦 好,他們早餐公佈到 7點半到9點半 來看一下他們的早餐喔 就是簡單的水果跟蛋 然後還有吐司 你看這邊吃早餐超chill的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支住的房間 哇 欸,我有上海跳 我以為我們是住北包房 我也以為 可是我們是安排在一個雙人房 沒錯 中間有一個小隔間 有我們自己的空間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chill的椅子 沒錯 然後這是我們床位 對,旁邊都會有附兩個衣架 跟一個燈 然後旁邊又有 插座 那個總共是三個兩孔插 然後還有兩個平板可以放東西 我住的地方呢 就在綠島的市中心 就是這間環島 然後這條路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對面就是全家 綠島唯一的全家 然後後面就是有蠻多一些 紀念品店啊 飲料店或是買宵夜都蠻方便的 然後這個哈狗店也是環島的老闆開的 我現在呢來到野浪野浪吃他們的漢堡 哇他們的漢堡真的是超豐盛的 綠島必吃 看漢堡店的老闆很帥哦 大家趕快來看帥哥是嗎 哇你的你的 謝老闆謝老闆 然後我們剛剛買了那個女神嫩仙草來吃 然後那個嫩仙草其實是我從我上次 我去年來綠島那一次 我經過他們的店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綠色貨櫃好可愛 只是那時候呢他們沒有開 所以我就一直對他們產生好奇 所以我這次呢就來吃他們 那個女神嫩仙草 他們所有的料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而且他們的料真的就加了很多 CP值很高 而且它綠島真的很有名 好好吃 今天天氣爆好 太陽爆大 我快要曬傷了 是這邊嗎 請大家下水 只能擦椰子油 對 對了然後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夏天啊要來玩的話 記得下水 一定只能擦椰子油 不要擦防曬 千萬不要擦防曬 保護我們的海洋 像我其實常常都是直接不擦啦 然後像帆春就會擦椰子油 欸椰子油助曬對不對 對 它是助曬 所以如果 它也會防曬傷 對 它也會防曬傷 然後如果你想要曬雲襯的 小麥肌膚像 反反這樣子 可以擦椰子油 天啊 大家你們看 這邊的水也太清了吧 太清了吧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來 這個叫做哈巴狗 哈巴狗 右邊也是睡美人 睡美人 睡人肚子中間有看到凸凸的地方嗎 凸凸的地方 不是 全綠島垃圾都是丟在這邊 所以呢 綠島能盡量把垃圾帶走就帶走 OK 不然它都只能堆在那邊 靠海運的方式運出去 已經好幾年沒運出去 但是其實因為現在 它的承載量已經超過它的 負荷量了 對 然後風一搭 它就會吹到海裡 所以能 減少垃圾就盡量減少 我們現在來到帆船V 然後呢 因為今天天氣太好了 所以我們決定 就是要來這邊看一下風景 然後這邊呢 聽說是看日出很好的一個點 然後還有晚上 如果天氣好的話 看星星也很美 好美喔 你看 這邊有個大草原 然後前面 滿滿的海 超美的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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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你看那邊嗎 哈哈哈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 這邊前面呢 下面那邊就是 就是 朝日溫泉 然後 早上的時候呢 是可以在下面 就是泡溫泉看日出的 我們現在呢 在阿嬤的 沖Q餅這邊 然後我會來就是 因為我上次來綠島的時候 就是 時間很不正常 就 睡過頭 不然就是睡過午餐時間 什麼的 然後因為 小島這邊啊 就是 只要你過了午餐時間 晚餐時間 就它很多店家就會沒有開 所以 就只剩下 阿嬤的沖Q餅這邊有開 然後我那時候就經過這邊 然後我就停下來吃 然後我就愛上 我就連續兩天都來吃這家 因為它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這它皮整個是卡絲卡絲的 它的冰箱子超好吃的 它的菜頭很juicy 然後這種是它那個醬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 超市的甜辣醬 是自己特調的 是自己特製的 很可以 這邊這個夕陽真的是好美喔 你給大家看一下 好舒服喔 什麼 看一下我幹嘛 幹嘛 超漂亮的 你看這邊 哇 我們現在要去水培了 耶 終於 這是教練MASA 嗨 他來綠島可以找他潛水 這邊叫石浪浮潛區 所以這邊 石浪保護區 所以下面 嚴峻打魚 桌魚 所以下面熱帶魚很多 還有鷹隔魚很多 待會下去會是一個沙地的地形 讓我們熟悉一下水性之後 往外切 帶我們去找海龜的家 好 OK 這次來綠島主要是來潛水的 我練了攀繩跟公升下潛 踢腳到現在還是蠻醜的 但有一次次抓回感覺了 目前還只能潛到十字架的頂端 等我厲害一點再拍完整的十字架給你們看吧 大家要記得水費結束至少12小時內是不可以自潛的喔 所以這次呢我們先自潛完才安排了水費 自從去年12月在小琉球至今都還沒有下過水費 所以在夏天來臨之際終於可以來潛一波了 綠島的生態跟海水真的可以稱上世界級的 能見度平均可以達30米 這次呢有經過上次來的海底油桶 還有看到超可愛的小海龜 還有來到一個潛點被稱為綠島的亞特蘭提斯 它是一個城鄉 有一種走進巨大迷宮的感覺 散發出一股神秘廢墟的氛圍 自潛跟水費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機會再另外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吧 綠姐 你還好嗎 我剛剛卡平壓 所以我一直下不去 可是我已經下到十幾米以後才開始耳朵 左邊的耳朵就是沒辦法平衡 所以我就先上來了 然後我現在下一次不能下去 而且你現在身上超像就是 不知道是中毒還幹嘛 我這一趟潛水旅程我永遠都不會忘 第一天呢是被水母遮 來給大家看一下 很可怕 然後呢第二隻卡平壓 他們說我可能快感冒了 所以我上來的時候頭會痛 但是你有看海龜吧 有 我覺得綠島的 因為我之前在大寶礁簽過很多隻 我講老實話 綠島珊瑚比大寶礁漂亮 大寶礁很多都已經白話了 所以綠島真的蠻值得來簽的 是不是 不是 真的 超美的 好 那我們這次來到綠島的交通工具呢 就是足跡車 然後離島的交通工具一定是騎機車 那因為夏天真的是很熱 我們這幾天都超曬 我在那邊超黑 首先那邊我們介紹的是 Godzilla的安全帽內襯 所以你知道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注重衛生 那安全帽內襯呢 你看這個超可愛的 然後重點是它有個東西很方便很好用 就是它裡面的是四角的魔鬼站 所以你租機車的時候啊 你就直接放到安全帽裡面 然後四角固定 四角固定 然後戴起來 就好了 而且因為有一些安全帽內襯 它是可能很容易你在脫掉的時候會掉 但是因為它的魔鬼站還蠻牢固的 所以你拿下來它就完全不會掉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很怕曬的朋友 但是你夏天又很想要出去玩的朋友 跟你推薦一下Godzilla他們的防曬裙 那他們防曬裙呢穿脫也很方便 就是直接這樣子 然後褲子扣起來 下面的褲子扣起來 就是你穿短褲的時候呢就不用怕曬黑了 而且它有一個還蠻厲害的點就是 它這個防曬裙呢 它是防潑水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是平常有在騎機車的人 然後你遇到下雨天 就是你也不用擔心就是騎機車的時候 旁邊的車子漸起水滑之類的 然後就是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呢 因為我最近很常去登山跟潛水 然後夏天也快到了 如果你想要去海邊玩去山上玩的話 這防水噴霧也很好用 就是你只要直接把它噴在你想要防水的東西 可能包包啊或鞋子上面 它就會等它乾掉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保護層 然後它就有效防水長達180天 而且呢它是使用不污染空氣 跟不會刺激皮膚的材質 所以就還蠻好用的推薦給大家 它這個生魚片看起來超新鮮的 他們這個是鮪魚嘛 然後還有什麼魚 鮮魚 鮪魚 鮮魚 然後這是章魚 黃金蛋神魚片 卵絲 各種 超級風格超級風格 這個海鮮湯只要290 然後我現在吃超飽 都還吃 還吃不完 它很像就是你在海島國家的那種地方 對 然後就是有一個自己的 自己的小天地 對 然後我們剛剛走進來也覺得 天啊到底有沒有開門 就感覺完全沒有開 而且整個路上完全沒有燈 就像是一個你走進一個就是廢墟的感覺 因為它前面有一個就是廢墟的房子 對然後我就想說它是不是沒有開門 但是我們又往裡面更走 然後就哇 一盞明燈 一個世外桃園的感覺 真的在往裡面 難怪就深入了 而且真的很棒 氣氛很棒 氣氛很好 他們兩個要走了 好難過喔 為什麼不留下來呢 綠島真是好地方 真的是一個一待 然後就會想要來 這也很適合 對 很適合大概一兩個月 真的 你們可以在打工玩宿 真的很適合 我真的很想 如果未來想要搬來綠島的話 會想要搬來綠島駐鎮 你知道真的就是我們已經練到 就是完全可以切換說 就是台北的生活 跟這裡的生活 跟綠島的生活 然後剛剛這個人 剛剛回去之前還換了一個都市裝 然後我就說 你好奇怪喔 沒有 真的 因為在這邊穿比基尼 在路上什麼都很合理 對 然後我昨天只是戴一個耳環 然後就被這邊的人唱說 我為什麼要戴一個都市人 哈哈哈哈 所以他剛剛穿那個服裝的時候 他說你好怪喔 你等一下一定會被嗆 真的 然後我就跑去換這一件 對 好啦 那他們兩個要回去了 我們會想你的 那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追蹤他們的IG 都有PO我們這幾天在綠島的照片喔 然後之後 就記得大家訂閱按小鈴鐺 小鈴鐺按下去喔 掰掰 掰掰